好价培训班里的迷魂记 咱们攀上有钱人,咱们抓住情人的心 第三者如何上位,怎么和情人相处可以让他为你花钱 如果有一种培训班,可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你会进这种培训班吗? 通过培训班,找到的有情人真的可以幸福吗?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现身说法回答了这些问题 2016年5月的一天,纪寒被同学高染 也领着来到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礼堂里 这里坐满了和他年龄相仿的漂亮女孩 她们身材个个纤细柔美,皮肤白嫩光滑 水汪汪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最前面的舞台 讲师滔滔不绝地给台下每一个女孩打鸡血 希望能通过她们的培训课 给所有同道姐妹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家 纪寒被这种情形震惊了 他没想到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培训班 而且参加这种培训课的人还这么多 从他们的表情里,纪寒看到了一种信仰 十年二十四岁的纪寒 一九九二年出生在江西干州 母亲四十二岁那年才生下他 老来得子又是独女的他 被父母捧在手心里宠 可惜在他八岁那年 父亲患了重病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后来还是撒手人还 母亲靠四处打零工 把纪寒抚养成人 纪寒长得漂亮 但成绩一般 2013年,他大专毕业后 在南城一家外贸公司 谋了一份销售助理的工作 不久 纪寒把身体日渐不好的母亲接到身边 纪寒的工资不多 仅够维持他和母亲的日常开支 如果有个小病小灾的 就得四处借钱 这样的日子 纪寒连正经谈个恋爱都成了奢侈 虽说也有追纪寒的男人 但纪寒要求对方必须要有钱 还要接受多病的母亲 结果 追纪寒的男人听说他的情况后 或者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或者被家人逼着娶了别人 纪寒深受打击 他望着镜子里漂亮的面容 自嘲道 哼,空有一副好皮呢 有何用 有钱人 怎么可能找你 2016年3月的一天 纪寒带母亲去医院做日常体检 没想到竟然在医院里 遇见了大学同学高冉 如果不是高冉主动和他打招呼 他真不敢相信 眼前的同学变化如此之大 大学的时候 纪寒和高冉是班里的两朵班花 而且老家还在一个地方 家境也差不多 所以两人关系也相对不错 高冉姐弟五个 由于家里重男轻女 父母还少管他 那时候高冉穿的衣服都是底摊货 一双球鞋 底子断了还不舍得扔 现在的高冉 身穿一看就价值不菲的藏青色皮草 鞋子是刚上市的新款 季寒看了好多次 仍然不舍得买 当然 高冉的这双鞋因为是名牌 可能会更贵 再看看高冉白皙的手腕处 那条范克牙宝的手链 至少价值万元 站在高冉的面前 季寒觉得自残行贿 当季寒硬着头皮和对方嘘寒问暖后 才得知 高冉老公是一个抚伤 如今的她是一位幸福的准妈妈 今天来医院是为了做孕检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小冉可真有你的 季寒酸溜溜地说 高冉得知季寒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 就安慰他 季寒 你这么漂亮 只要你肯投资自己 肯在爱情上花功夫 还怕找不到多金又帅气的男朋友 唉 你知道我什么情况 想找一个有钱的男人 真的比登天还难 何况 我认识的圈子里 也没有事业成功的人呢 季寒苦笑道 高冉沉默了许久才说 季寒 我们是老乡又是同学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告诉你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开办了一个礼仪培训班 培训班里的女孩 大多都是长相不错 但是经济条件都和你差不多的 他们参加这个培训班 就是为了进入另一个圈层 找到一个多金男 我觉得 你也应该去试试 什么培训班 还能通过培训班 找到理想的男友 太离谱了吧 季寒将心将意 高冉凑进季寒的耳边 小声说 你以为 那些把男人迷得五迷三道的女人 都是与生俱来就会的吗 我告诉你啊 他们很多都是后天学出来的 听我的 哪天我带你去看看 到了地方啊 你就知道了 季寒这才知道 高冉的老公苗义轩 就是他在培训班里 按照老师教的方法调到的 苗义轩比高冉大十二岁 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 前级不能生育 传宗接待观念至深的他 就离了婚 和高冉结婚 高冉肚子也争气 结婚不到半年就怀孕了 之后 季寒就在高冉的引领下 来到了培训现场 通过培训班的招生简章 季寒发现 培训班涉及的课程很多 导师会教学员如何拥有专业的勾演话术 调清手法 有人身材 以及水嫩的皮肤等等 美其名曰 好架培训班 其实啊 就是一家小三培训机构 看出是做小三的 既很有些犹豫 之导师笑着说 嗨 我们并不是让你去做小三 只不过是想让你拥有小三一样的魅力 能把男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再说了 钻石王老五那么少 如果有能力聊到一个已婚的成功男人 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可是当得知培训费两个月需要近十万元的时候 季寒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别说十万了 五万他也拿不出来啊 导师告诉他 很多人选择的都是分期付款 等嫁给有钱人之后 可以每个月把一部分生活费 转给好架培训班 那要是找不到有钱人呢 我这培训班就泡汤了 而且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我一定可以找到有钱人呢 季寒提出了心里的疑惑 当然可以肯定 通过我们的培训 还有我们提供的资源 90%以上的女孩都可以找到良陪 我们可以签合同 假如找不到 或者我们介绍的您都不喜欢 我们还可以退学费 导师的一番话 让季寒心动不已 按照导师的话来讲 这场培训自己是稳赚不赔啊 最多就是浪费了时间 在导师一再的保证下 双方签了合同 季寒首付三万元 进了培训班 加入好架培训班后 季寒算是真正开了眼 这些女孩每一个都瞄准富好 想趁着年轻 靠身体卖个好价钱 他们一起学习防中术 心理学 礼仪 茶艺 茶花 高尔夫和马术 最后还要到酒吧实习 和自己看得上的男人示好 然后辽搏对方 让对方上钩 如此成功三次 方能从培训班毕业 幸运的是 季寒每一个学科都顺利过关 是导师看好的优等生 2017年3月的一天 季寒在一个聚会上 和陈伟明第一次见面 之后 剧本就开始上演了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日料店 画廊 会所 他们一次次神奇的相遇 慢慢的 陈伟明对这个突然闯进 自己生活的女人充满了好奇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都是好架培训班 精心安排的 一次次命运般的相遇 不过是早就被定位跟踪 就这样 没有用多长时间 季寒就彻底笼络了 陈伟明的心 陈伟明是一个 有颜值 有能力 有才华的男人 他有自己的公司 还有一个八岁的儿子 妻子和陈伟明 一起创立了公司 有了儿子后 逐渐退出了公司的事务 全身心地 照顾他和儿子的生活 陈伟明事业压力大 妻子又是一个好强的女人 所以时间长了 季情退去 他们的日子开始平淡 恰在这时 季寒见缝插针地进来了 通过导师的谋划 2018年的8月 季寒和陈伟明的事情曝光 传到陈伟明妻子的耳朵里 高傲的妻子 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得知丈夫出轨后 就坚决地和陈伟明离了婚 离婚后的陈伟明 内心空虚寂寞 而此时 季寒按照好假 培训班的要求 开始疏离陈伟明 他的疏离 反而让他觉得 季寒是一个好女孩 甚至是一个 不错的结婚对象 那么季寒到底能不能如愿以偿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